大家好,这里是大舌头解说,我是段小雨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 老婆婆把女子的车拦住 大喊,里面坐着的不是她儿子 可惜,女子根本不信的电影 女主是一个单亲妈妈 自从怀孕后,她就放弃了自己的学业 想过平静幸福的生活 可丈夫是个人渣 生下儿子后的女主时常被丈夫家暴 不得已之下,只能带着年幼的儿子 搬到了小镇偏僻的郊外生活 面对陌生的环境 本来就性格类伤的儿子更加孤僻和任性 这天,妈妈在街放学了儿子回来的路上 车前突然出现一个人 吓得妈妈猛打方向盘 还好,只是虚惊一场 站在路上的人毫发无损 妈妈急忙关切地询问 可那个长相恐怖的老婆婆却没理会她 只是知故知地说着什么 突然她转过头来 死死地盯着儿子看折 让妈妈都觉得毛骨悚然 赶忙捡起地上掉落的后视镜 就非也是地逃离了这里 回到家的儿子像王昌一样不爱吃饭 妈妈只好跟他玩一个 只有他们俩才会玩的游戏 儿子一开心 转身开始乖乖地吃饭 随后,妈妈到地下室找工具 突然听到儿子的惊呼声 她急忙上去查看 原来只是一只蜘蛛吓坏了儿子 妈妈想要把蜘蛛放生 但儿子却想像爸爸一样杀死蜘蛛 因此两人产生了分歧 儿子也终于爆发 她说妈妈是骗子 明明说了爸爸会来 结果到现在都没有身影 其实,她何尝不知道 爸妈已经离婚 可她没办法接受这个事实 一气之下的儿子 向远处的树林跑了过去 妈妈担心地跟在后面 当妈妈跑进树林深处时 儿子却突然不见了踪影 妈妈也在这时 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声洞 洞里似乎有什么东西 在召唤着她 她开始担心儿子掉了下去 这时,身后响起了儿子的声音 妈妈这才松了一口气 两人相互道歉后 就回到了家 到了晚上 看着床上熟睡的儿子 妈妈才露出了新婚的笑容 以为人母的她 现在别无她求 只求儿子平安健康就好 第二天 妈妈照常去接儿子放学 却发现儿子一直都是孤身一人 孤僻的她 不愿意参加任何社交活动 妈妈怎么说她都不听 晚上 妈妈到朋友家做客 席间 朋友说到那个婆婆的事情 她说 老婆婆以前是一个正常人 还有一个可爱的儿子 可是突然有一天 老婆婆大喊 她的儿子不是她的儿子 还大闹学校 三个老师才把她拉住 之后 儿子休息了一段时间 老婆婆也被关进了精神病院 之后的某一天 老婆婆出院 开车直接撞死了自己的儿子 但朋友认为 那只是意外 朋友的一席话 让妈妈对这个老婆婆 产生了兴趣 当天晚上 已经熟睡的妈妈 被儿子房间传来的奇怪声音惊醒 她急忙起身查看 却发现儿子已经不在房间里 妈妈开始着急 拿着手电筒 私下寻找 一直找到了上次的树林里 可是一无所获 她彻底慌了 急忙往家里赶 拿起电话就要报警 这时 儿子在她身后喊了她一声 妈妈悬着的心 终于安宁了一些 深思地问她 去了哪里 可儿子回答说 自己哪也没去 一直都在家里 把妈妈搞得莫名其妙 隔天就去医院 拿了点治疗焦虑症的药 她以为是自己的焦虑症 在作水 并没有把前一晚的事 放在心上 回到家后 她发现 之前不懂事的儿子 不喜欢吃饭的她 现在却一到饭点 就坐在了饭桌旁 不善表达的她 居然还在妈妈起床前 为她准备了鲜花 在学校没有朋友的儿子 也逐渐跟同学们 打成了一片 这让妈妈非常欣慰 感觉自己的教育 没有白费 这天 妈妈照常去接儿子放学 在路上又碰到 那个老婆婆挡住了去路 妈妈下车 想要让她离开 随着当老婆婆 看到车里的儿子后 突然发疯般的拍打车窗 对着妈妈大喊 这不是你的儿子 想到妈妈急忙一脚油门 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 她并没有多想什么 只是觉得 这是个疯婆子 第二天 妈妈送儿子上学的路上 忽见老婆婆 一个人趴在院子里 妈妈坐不到 不闻不问 还是下车去查看 却见到老婆婆的头 被埋进了土里 早已没有了呼吸 她开始感到害怕 并不是因为老婆婆的死 而是她说过的那些话 想起自己的儿子 最近种种的改变 妈妈开始感到后怕 她甚至却向好朋友 述说自己的担忧 但朋友只是安慰她 说儿子的改变 是一个必须的过程 没必要过分担心 妈妈也暂时 放下了心中的疑惑 这天 妈妈像往常一样跑步 一直跑进了树林里 在树林深处 那个生洞旁边 妈妈捡到了儿子 掉落了玩具 她猜测 儿子一定来过 回到家的妈妈 开始质问儿子 为什么要去树林 可儿子一口否认 直到妈妈拿出了 捡到的玩具 但儿子依旧不承认 对于撒谎的儿子 妈妈很是生气 但儿子比他更生气 竟一把推动了 沉重的饭桌 狠狠地撞着了妈妈身上 儿子也为自己的举动 感到震惊 而妈妈更加怀疑 儿子不是自己的儿子 当天晚上 他没有睡着 儿子的事情 让他寝食难安 为了弄清真相 他悄悄地来到了 儿子的房间 从门缝下 偷窥遮儿子的一举一动 只见儿子抓住一只蜘蛛 毫不犹豫地塞进嘴里 吃了起来 这可吓坏了妈妈 他越来越相信老婆婆的话 越来越怀疑儿子的身份 但他终究也只是怀疑 为了证实自己的想法 隔天 他趁儿子看电视的时候 偷偷在他房间的墙上 安装了录影机 第二天 妈妈再次被一阵声音吵醒 他悄悄地来到儿子的门口 只见儿子正住在床头 梳着头上几根稀疏的毛发 嘴里还哼着奇怪的歌 这诡异的一幕 让妈妈在学校 看儿子的演出时 都心不在焉 看着台上们 子女们的表演 所有的家长都一副开心的模样 只有妈妈默然地看着 台上这个陌生的儿子 甚至一度产生了幻觉 吓得他丢下自己的儿子 一个人跑回了家 急忙拿出长好的录像机观看 却看到了让他害怕的一幕 至于是哪一幕 我也不知道 导演根本就没给镜头 在儿子回家后 妈妈谎称自己不舒服 才一个人离开了学校 儿子似乎也没怀疑 一个人开心地坐在沙发上 看起了电视 而妈妈却无法淡定 他一定要弄清眼前的这个人 到底是不是自己的儿子 于是他叫了一声儿子 想要跟他玩那个 只有他们俩才会玩的游戏 但儿子明显懵了 他根本就不知道 拇指间还有这个游戏 妈妈也由此确定 眼前的孩子 根本就不是自己的儿子 而是恶魔 儿子也不再隐瞒 直接向妈妈发动了攻击 只见他挥一挥衣袖 妈妈就被扔出去好远 直接晕得过去 当妈妈再次在恍惚间醒来时 儿子正在旁边挖坑 然后拖着妈妈 就把他的头埋进了挖好的坑里 可能是由于劳累过度 儿子也缓缓地倒在了边上 突然妈妈的手动了动 利用最后一点力气爬了起来 看到恶魔儿子就在自己身边 随即把儿子拖进了地下室里 他还是不敢相信 这一切都是真的 拿着镜子看了下儿子的模样 镜子里赫然是一个怪物的图像 这将妈妈彻底相信 他就是恶魔 把他所在的地下室里 他突然想起树林里的那个生动 相信这一切一定与那个生动有关 就只心切的他顾不上害怕 镜子来到树林的那个生动旁 然后跳了进去 此时 生动就像黑洞一样 开始吞噬周围的一切 妈妈就这样被生动吞了进去 但他并没有因此消失 为了生动下面 比喻冬天 里面还有一条很长的隧道 为了找到自己的儿子 妈妈顺着隧道开始艰难地爬行 终于到达了隧道尽头 里面的景象 却让妈妈担心了起来 直接里面 到处都是人类和动物的尸骸 妈妈害怕 记得儿子也在其中 担心地拿着手电筒 到处查看 终于见到了倒在地上 奄奄一息的儿子 妈妈激动地上前抱住了他 还没来得及喘口气 指尖不远处 突然爬起来好几个恶魔 张开了血喷大口 妈妈一刻也不敢耽误 急忙抱着儿子 就顺着睡道离开 突然被一只手 抓住了血白的大腿 妈妈定睛一看 居然是自己抓住了自己的腿 她愣了一下 还是毅然决然地爬了出来 儿子也终于睁开了眼睛 妈妈也终于松了一口气 此刻的她 只想抱着儿子 逃离这个是非之地 在离开之前 她一把火烧了房子 也包括被她锁住的恶魔 之后的她 又重新回到了学校 以完成自己的学业 两人搬进了新的公寓里 儿子在她的陪伴和照顾下 也变得开朗起来 看完这部电影后 我特意看了下网上的评论 有人说 被妈妈关着烧死的儿子 才是她的儿子 而她救出来的儿子 也有很多人说 这就是一部怪物电影 勇敢的妈妈 从怪物口中 嗅下了可怜的儿子 导演故弄玄虚 留下了这个开放式的结局 能让人联想到多个结局 而我更倾向于第二种说法 不失为一个完美的电影结局 好了 今天到这里 请原谅我的大舌头